今日的依知国股推介是中乘安税科3899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简选原因 是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中轻能是国家重点支持发展潜力大 今年北京、河北、浙江、天津等省份 相计出台轻能发展规划或扶持政策 推动轻能需求释放 股份可以留意中乘安税科 受惠于国内液后能源用量上升 带动储运设备需求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明显恢复 中乘安税科上半年盈利 6.3亿8千多万人民币 增长超过7.7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中乘安税科今年盈利预料达到9亿1千万人民币 按年增长5.8 意味着公司下半年仍然将会保持强劲增长 全年盈利增幅会是超越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中乘安税科今年至今累积升超过1.4倍 投资者可以在10.5厘下小注收集 目标先提13元 失手9.6就减持 圆秋码 1.6 2.1 2.1 2.1 2.7 1.2 2.2 2.1